剑种 启动 风雨难改 我出心 没脸没皮 六家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杰人 那众所周知 在总路法师里 干将这个英雄 手塔能力特别强 而且伤害特别高 具备秒杀C位的能力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 我研发出了剑种流干将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各位朋友讲解 剑种流干将的精髓 首先第一点 确保中塔安全 减少不必要的资源 你没发现大部分时候 你的资源都是无意义的吗 你去溜的一圈就回来了 运气好点啥事没有 运气差点让打野顿了 会会中塔没了 然后你队友就开始骂你 这时候有朋友说了 那我不资源 把队友也骂我呀 那说到这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愿意一边挨打 一边挨骂 还是愿意一边守塔 一边挨骂 你怎么都是挨骂 你还不如让自己游戏体验好点 中塔守着不掉就行呗 总之核心思路就是 野区被入侵 你得去支援一下 因为你站在中塔底下 你离得最近最方便支援 两条边路你暂时不用管 确保中塔不掉就OK 然后咱们再讲第二点 守塔也是有方法有技巧的 比如现在平线到了 咱们抢线之前 必须先探丑丑 你看到没 我不探我是不是让老六蹲呢 就这会儿安齐拉到的玉门 干将这么谨慎吗 我蹲不着他 你蹲不着我就对了 我一个草丛能探两回 探三回 谁能蹲着我 请掉丙线之后 咱们发现对面里面上掉点 不要犹豫 直接来他野区进户 按照他复活时间来推算 他跑不了那么快 而以我干将的伤害 反完他一片野区 自然不在话下 咱们发现鲤院坊复活以后 正在打篮 这时候大桥过来给100滴血 No.1抢 专手送给安齐拉 行 你真给武汉丢脸呢 打完这把你赶紧给名改了 这个呢 那大桥阵亡之后 铝布开启大招 进入战场 我在后边看着也是爱莫能助 不仅如此 我还找到了敌人的围堵 凭借我风骚的走位 逃过一击 但是无奈敌人太过凶残 巴基 别追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一幕 本来他刚才抢我栏巴 我没当回事 没计较 但就这一波他的操作行为来看 行 我要跟我新队友并肩作战 我直接演你 就这种人 让他赢一把 比我输十把都难受 让他赢一把那都属于造孽啊呀 要不是这回我的账号还处于禁言状态 我必须给他上一堂 生动形象的语文课 有朋友们语文课啊 言语辱骂文化课 简称语文课 复活之后 我直接来到总路迷惑队友 可以看到我们家的强化饼线 已经被暗器拉请掉 对面的丙线马上到达咱们家总路一塔 但是我不着急 我当塔掉了 我再请这边先 你看这时候大桥还放技能收塔 着急了 你别着急 马上就输 最后这场比赛时间定格在了6分55秒 队友发起了头衔 我直接献上我宝贵的一票 我同意 你看看 不光我一个人对他有意见 鱼姬对他也有意见 他成赵文凡的 必须制裁这种网络公路 赵文凡